你看看浅月 我听说她无论多忙 都会抽空去趟她的荣华宫 浅月姐姐 两个月之后即将临盆 正是最需要被照顾的时候 是啊 她是需要被照顾 两个月后 他们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 都向天轮迟了 多么美好的一幅画面 嫂子 其实浅月姐姐对你是十分关心的 静儿 这些都是浅月姐姐亲自交代我 给你送过来的 都是一些不养身子的 你看 我们大家都盼着你 赶紧为哥哥添个孩子呢 扔出去 都给我扔出去 嫂子 你这是怎么了 嫂子 她是故意的 她一定是故意的 她明明知道她 她躲我都来不及待 怎么会踏入我的寝殿办部呢 以后她有了她的孩子 她一定会慢慢把我给忘了 别人的妻子 日日有丈夫的陪伴 而我呢 以后连生辰 都恐怕要自己 凄凉的一个人渡过 对啊 我想起来 明日便是嫂嫂的生辰了吧 嫂嫂你放心 哥哥肯定会陪你共度生辰的 真的 嗯 我会提醒哥哥的 放心吧 走 哥哥 這是我剛在幽花園摘的 給你 清暗 這一個大男人 你好端端地送花做什麼 這可不是送給哥哥的 這是要讓哥哥拿去送給葉倩嫂嫂的 送給葉倩 哥哥你又忘了 今日是葉倩嫂嫂的生辰 你不是答應過我 要陪葉倩嫂嫂共度生辰的嗎 朕批奏折批忘了 批完朕就去 身子不舒服的話 朕替你去宣太醫吧 太醫看過了 沒用的 我這是心病 我做了一桌子你最愛吃的菜 可惜都已經涼了 朕批坐著繁忙 所以來完了 要不是清暖提醒你的話 你是不是連我的生辰都忘了 貴妃想要什麼禮物 朕名人送來 我只想要一份作為丈夫的陪伴 朕 先是國君 而後才是別的身份 既然貴妃身體已經無恙 朕還要做褶藥品 改日再來看你 清暖 你別走 對她你就願意給金怡妾 對我就要這麼絕情吝嗇嗎 那色頭一點陪伴都不願意給我 朕這麼做 恰恰是為你好 不想給你 無謂的希望 那你答應我一個要求 從此我就死心了 可以 你想要什麼 你想要你給我一個孩子 不想 為什麼 為什麼你可以給她一個孩子 我卻不可以 除了這個 別的都可以 可是我只有這一個要求 如果你不肯愛我 至少我可以用我們的孩子來陪伴我呀 为什么呀 作为妻子 为自己的丈夫生儿育女 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贵妃 现在身体不好 不是以考虑生养之事 等日后 身子好了我们再说 真的 贵妃早些休息 一定要保重身体 能给你的 朕一定会给 就此断老尘 念念不忘 越是不忘的人 最绝望 一只今生一囊 才成说 娘娘 她终究还是不愿意 只要有云浅月带的地方 她都不会在乎 娘娘 若是那个女人 和她的孩子 从这个世上永远消失呢 什么 你在说什么 娘娘 只要她们母子消失 皇上的心 也许便会回到您的身上 阿妩 阿妩 不能这样做你知道吗 娘娘 她夺了您的丈夫和幸福 她该死 你什么都不必做 一切都交给阿妩 我保证 会让他们消失的悄无声息 你难道就不想看到 皇上回到您的身边吗 星雨飘摇 青丝遥雨坠 思念滴血 春末双碑 阿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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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妩